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在這個網站裡頭輸入了兩篇內容 現在我們是以Admin的身份進來到這個首頁裡頭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目前我們有看到了第一篇文章再往下 沒有看到第二篇的文章 這是因為在建立第二篇文章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勾選推薦到首頁這個選項 因此你在首頁這個地方會看不到它 OK 接下來的這一節裡頭我們要來介紹如何在網站裡頭發表回應 我們想要請另外一位User來發表回應 所以我們先把Admin的身份登出 接下來我們利用前面已經建立好的User叫做band 密碼是band要寫兩次然後登錄進來 登錄進來後目前它是在首頁 我們往下看我們的第一篇文章 閱讀更多繼續看 這是它的全文模式 看來是沒有選項可以讓band這位User來發表回應 所以我們先把關於回應的部分做一下確認或設定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瀏覽器保留使用band的身份登錄進來 接下來我們再開啟另外一個瀏覽器 以我目前的例子我開啟的是IE的瀏覽器 我們在IE的瀏覽器裡頭利用Admin的身份登錄進來到我們的網站 然後接下來在首頁的我們的第一篇文章旁邊有一個工具按鈕 點亮開以後我們可以執行就地編輯 現在回到我們這個文章 首先我們要確認的動作是下面的內容選項設定 OK可以看到我們把回應關閉掉了 難怪band這位User沒辦法做回應 先把回應這個功能把它打開再儲存起來 我們再回到火狐狸這個瀏覽器裡頭 目前網頁是停在我們的第一篇Jupper文章這個內容的網址上 你可以從網址上面可以看到目前網址是在MyFirstArticle這個網址上面 接下來我們點按重整 把剛剛的設定讓它重新帶進來 再往下 現在多出了發表回應的一個原件出來 那麼名字呢就是ban 來做一個發表回應 回應內容寫上 不錯喔 接下來再往下 這邊還有一個輸入格式的選項 基本上在網站的回應部分呢 你可以設定它要使用哪種輸入格式 或者呢 就另外開發一個新的輸入格式 專門來給回應來做使用 關於開發一個新的輸入格式 我們在上一節的課程中已經有介紹過了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你可以自行來做設計 接下來ban可以有兩個動作 一個呢是預覽它本身的回應 我們來看一下預覽 這是它的回應的最後結果 很好的內容不錯喔 再來往下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把它儲存起來 再回到最前面來 我們再把ban的身份把它登出 這一次我們不做任何的登錄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以一個 匿名使用者的身份來到這一個網站 並且呢準備在這個網站上面呢 來留下一些回應 好我們看一下 目前呢 登錄之後目前我們是在首頁 你可以從網址上面看出來 我們就單純在localhost myduple7這個地方 後面沒有再加上任何的路徑了 所以目前呢我們是在首頁的地方 然後看一下首頁這裡有一篇文章的摘要 是我們的第一篇Druple文章 下面呢可以閱讀更多或者有一篇回應 好接下來 發表回應前請先登錄或註冊 現在的情況變成是 我們是匿名使用者 我們沒有辦法做回應的動作 不過如你所知的 Druple本身是一個全線非常靈活的系統 假如你要讓匿名使用者可以發表回應的話 這個是可以進行全線的設定的 所以我們來到另外一個瀏覽器 在另外一個瀏覽器上面呢 我們已經使用admin的身份登錄進來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到工具列上面的用戶 再來來到用戶管理界面旁邊的頁簽全線 再往下看 這裡有相當多的全線可以做管理 我們來到comment回應這個地方來 這裡有管理回應和回應的設定 這個目前只有administrator最高全線使用者才可以操作 那麼瀏覽回應預設匿名的使用者 註冊的使用者跟最高全線使用者 他們是都可以使用的 再來發表回應 我們可以看到匿名使用者這裡並沒有被勾選 所以匿名使用者不能發表回應 這次我們把它勾選起來 接下來的全線是略過回應審核 我們可以看到註冊使用者本身是勾選的 也就是說註冊的使用者 他在回應後就可以直接發表 而不需要經過管理者的審核 那麼這個在匿名使用者這邊我們就不勾選 這樣的情況下匿名使用者所發表的 必須經過管理者的審核以後才可以發表出來 當然如果網站小的話 這個目前是還做得到的 如果你網站很大 回應非常多 假如你要一個一個進行審核 我想這個可能能力上無法附和 我們要改用其他的方法 再來是否可以編輯自己的回應 我想這個應該是可以勾選給他自己使用 至於匿名使用者 因為是匿名的 我們根本不曉得誰是誰 所以到底誰編輯誰的回應也看不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勾選了 還有你可以看到當我們勾選了匿名使用者的選項之後 注射的使用者以及最高權限使用者 這三個都會被勾選起來 因為連最沒有權限的人都有權限的 所以預設來講 比較有權限的角色也會跟著有這樣的權限出來 好我們還是把它先拿掉 設定好了回應的相關權限之後 拉到最下面來 再來把權限儲存起來 現在更改已經被儲存了 我們再回到火狐狸這邊的瀏覽器裡頭來 然後重新讓它重整一次 把剛剛的設定叫進來 現在有閱讀更多跟一篇回應 這裡沒有在寫說我們要先登入或註冊才能發表回應的 接下來我們來閱讀更多 再往下看 OK 我們也可以回應了 目前我們是匿名使用者 我們先來回應Band內容 根據Band回應我們再提供回應 這個就是 例名使用者說他的名字叫做路過 然後標題寫4 再來 他寫到說他也覺得不錯 再來是輸入格式 我們前面有提過 你可以把輸入格式一樣透過權限的方式 把它進行一個管理 再來再往下 回應寫完以後按儲存 好現在Jupper網站回饋了一個訊息給這位 例名的使用者 他說你的回應已經送到待審核的內容 待管理者審核以後才會被發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最下面這個地方 例名使用者根據Band回應又做了回應 但是目前這裡並沒有內容的呈現 接下來我們再來到IE的瀏覽器這邊來 在這邊我們是Admin的最高權限使用者進來的 我們來到工具列的內容 在內容的管理介面中 在右邊我們選擇回應這個頁簽 來到回應這個頁簽以後 下面又有兩個指頁簽 一個是已經發表的回應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是由Ben所發表的很好的內容 這個回應 然後在回應下面還有一個指頁簽 叫做未核准的回應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剛剛那個路過的 匿名使用者他所發表的 他發表在我們的第一篇珠博文章裡頭 如果你把滑鼠飄到這個標題上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資訊小框 這個資訊小框就是告訴我們 他所寫的內容是我也覺得不錯 好我們都同意以後 把它構選起來 然後發布所選擇的回應 再來按更新 OK這位匿名使用者的回應 已經被審核過了 現在他已經來到了 已發表回應這個頁簽裡頭來 我們再回到火油裡的瀏覽器裡頭來 再把這個網頁重新再更新一下 看看剛剛的回應是否有被呈現出來 好在這邊 以上是關於回應跟相關權限的介紹 在這個回應的過程中 我們可能看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開放給匿名使用者 可以做回應的情況下 那麼可能會有一些機器人程式 會跑到你的網站上面來做一些不必要的回應 或者是在你網站上面填上一些廣告等等的 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在做回應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輸入格式來進行選擇 如果這裡能夠有一個所見即所得的編輯器 那就更好了 所以在後面的課程中 我們會針對這兩個問題再來做探討 我之前會不會說 我們會不會說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